你好,我是九叔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技术分析 一种可以帮助你预测股票市场趋势的方法 不过,如果你从未学过技术分析 可能会对这个概念感到有点陌生 不用担心,我们将从零开始 详细介绍技术分析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让你能够快速上手学习 首先,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 以便获得更多有关股票和投资的相关内容 开始吧,我们来了解一下技术分析的基础概念 技术分析是一种股票市场分析方法 基于股票价格和交易量等资讯来预测股票市场趋势和股票走势 技术分析的基本原理是历史会重演 即过去的股票价格走势可以预测未来的走势 因此,通过分析股票价格图表上的形状 趋势线、技术指标等分析 可以预测股票的走势和市场趋势的方向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技术分析的基本方法和工具 首先是趋势线 这是通过连接股票价格的高点或低点来形成的一条直线 可以用来预测股票价格的走势和市场趋势的方向 当趋势线向上倾斜时,代表市场处于上涨趋势 反之,当趋势线向下倾斜时,代表市场处于下跌趋势 透过趋势线的划分 投资者可以更容易地判断市场趋势 进而做出投资决策 其次是技术指标 这是通过股票价格和交易量等信息来计算的数据指标 例如移动平均线 相对强弱指标 MACD等等 这些指标可以帮助分析股票价格的走势和市场趋势 举例来说 移动平均线可以消除价格波动的短期变化 帮助投资者识别出市场趋势 相对强弱指标则可以比较不同股票之间的相对表现 帮助选择投资标的 此外 支撑位和阻力位也是技术分析的重要概念 支撑位市值股票价格在下跌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较低价格水平 股票价格往往会在这个水平上反弹 而阻力位则市值股票价格在上涨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较高价格水平 股票价格往往会在这个水平上受到阻碍而回落 投资者可以透过观察支撑位和阻力位来预测股票价格的翻转点 做出投资决策 技术分析有什么实际阴谋呢 我们来看看参考案例 如果你是一位长期投资者 你可以使用技术分析来判断一家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 你可以分析公司股票价格的走势和市场趋势 以及评估公司的基本面 例如公司的财务报告 行业前景等等 来判断该公司是否值得长期投资 这样可以帮助你选择具有长期增长潜力的股票 以实现长期资产增值 但是如果你是一位短期投资者 你可以使用技术分析来判断短期的市场趋势和股票走势 以实现快速的赚钱 例如你可以使用趋势线和技术指标来预测股票的走势 然后在市场出现合适的买入或卖出时机进行交易 以实现快速的获利 需要注意的是 技术分析也有一定的风险 股票市场是非常复杂和不稳定的 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影响市场趋势和股票价格的走势 因此在使用技术分析进行投资前 一定要对市场和行业进行充分的调查和分析 了解风险和机会的平衡点 并且要有一定的风险承担能力 总结一下 技术分析是一种可以帮助你预测股票市场趋势的方法 通过分析股票价格图表和技术指标等信息 可以预测股票的走势和市场趋势的方向 技术分析可以应用于长期投资和短期投机 但需要注意风险和机会的平衡点 如果你想学习技术分析 可以参考一些书籍 网站和YouTube频道 例如Investpdxtockchrts.com Tech Micro Analysis Topic等等 并且要不断地实践和经验累积 才能更好的应用技术分析来进行股票投资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本文所述的技术分析方法仅供参考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股票推荐 股票市场风险高 投资需谨慎 投资前需充分了解市场和风险 自行承担风险 如果您喜欢本文的内容 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 以便获得更多有关股票和投资的相关内容 同时也欢迎分享本文给您的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的人了解技术分析的方法和应用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